我們開始介紹第三次的課程 然後因為我們在上一次的課程中 我們已經學會如何把Sketchup的檔案 匯入到Lumen裡面 那所以我們這次要教大家是如何就是更改 那個 Sketchup檔在Lumen裡面的材質 就是讓可以讓更改完之後可以讓他的水啊 或者是他的 像屋頂啊 或是他地板的材質可以比較像是真實的樣子 不會是這種 固體然後就 類似貼圖的 概念這樣子 那我們更改的 部分的話是 我們當初在Sketchup檔裡面的時候我們其實就已經 有有他就已經有把 不同的材質就是有我們有上不同的 Material這樣就是他會有 藍色的啊或是水啊 那當我們匯入到Lumen之後 我們就點選匯入這個部分然後點選編輯材質 那我們因為我們要編輯 我們需要編輯的材質就是這個Sketchup檔案 所以我們就先點選進來 點選進來之後我們會看到 如果你在Sketchup裡面他是同樣的一種材質的話他會自動一起幫你旋舉起來就像 我點這裡玻璃的話他就會把所有玻璃的部分一起選取起來那如果點水的話他就會把水的部分全部點起 全部選取起來 那我們在這裡我們就先點這個新增材質 然後我們選擇因為我們要更改水的 水的材質所以我們就選點選這個水的部分 點選水的部分之後我們可以進來之後我們會看到 有分別有不同的 選項可以跟我們選就是我們可以讓他是變成 磚頭的材質啊或是 等等不一樣的材質 那我們因為這裡是水所以我們就選擇自定義 自定義之後我們會看到 也有很多不同的選項那這裡就有一個水的選項 我們選了水之後他就會 他就會變成是像外面這個 Lumen裡面內建的水一樣他會有波動然後他會是 會可以會移動的 那這邊比較重要的就是 交散平鋪這個部分我們 如果更改他的話他可以 他可以讓水看起來的 呃 他的波看起來比較密這樣子 那如果調大的話他就看起來比較平平穩這樣子 那 水的材質部分我們先介紹到這 然後 除了水 水之外我們還可以更改 呃 屋頂的部分那像我們就選選擇這個屋頂 呃選 新增材質然後選屋選擇屋頂 那因為這邊是我們內 他 自定義的部分那我們也可以更改不同的顏色或者是說 就是讓他有不一樣的 顏色那因為這這部分我們就 我們原本預想的是木頭材質那我們可以直接在這裡選 選擇 木材 那 我們就點選這樣他就會出現不一樣的 就會有不同的選擇可以給我們選 那 底下也是也也也會有不同的 選項給我們選擇那我們這 這部分的 這部分的說明我們用 呃木 地板的部分來解說 我們先到 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選擇 編輯材質然後也也一樣選 Sketchop檔 然後選擇這個 選擇新增材質然後選擇木頭木地板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選擇 這個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他整整個一整塊同樣的材質部分就是都被更改為 木木頭的樣式 那 我們回到我們回到這個部分那我們可以從不同選項可以看到如果我們縮放話就是有點類似 Sketchop裡面的材質一樣就是我們可以選擇讓他的 呃他底下的這個到底是要放大還是縮小我們可以調整到適當的比例讓他看起來比例是正常的 那這幾個選項是我們都可以自己去定義的那比較重要這個是亮度的部分就是 可以我們可以讓他看起來比較暗或者是 如果我們灌到0他就變黑色那如果開起來的話就會變比較亮這樣子看起來比較 好那光澤度的部分就是如果是金屬的話就會就會 可以可以藉由調整這個調整他的 樣子 那凹凸的部分的話因為這個木木頭的部分我們比較看不出來所以我們在這裡先選擇鑽的部分 我們選擇鑽之後呢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凹凸 關到 0的話他他就會看起來是一個平面的 平面的圖形 那如果我們把它調到 比較 比較高一點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磚頭的部分他的印譽就會被顯現出來 那我們回到 木頭這部分 然後反射率的話就是 他對陽光的反射程度 那飽和度的話就是顏色看起來的亮度這樣子 我們可以自己調整 那如果 我們要選擇 我們 我們想要讓某一個東西 直接發光的話我們可以直接調整這裡的自發光 如果我們調到很高的話他就會自己他就會自己亮起來這樣就他 他就不會是藉由就不會是這種反射的光他就會是那 可以自己自行發光的樣子 那我們還 我們再介紹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玻璃的 材 編 材質 的編輯這樣子我們一樣選擇這個檔 然後點選玻璃 要先選新增材質 點選玻璃 進到裡面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自定義的部分裡面還有一個玻璃的選項 我們點選之後呢 他就會 他就會自動 在他就自動變成透明的樣式 那我們這樣我們就可以 直接看到裡面的部分 那我們這裡一樣是可以調整 反射率啊 最小反射率這樣子 或是有點 調整的話就會有點看起來 會有 霧面的效果 那光澤度啊 一樣是可以做調整 然後我們可以把 鏡頭移到這個部分來 我們會看到 這裡雖然 雖然這裡的材質也是 雖然這裡的材質也是玻璃 可是因為 當初在Sketchup的時候我們這兩塊是分別 使用不同的玻璃的材質 所以 我們剛才調整的話只有調整上面 那所以我們 必須要點下面的 這個 然後點選 新增材質 我們也 必須重新 讓他定義成 玻璃的樣子 這樣他才會是 一樣是透明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當初在Sketchup的時候我們這兩塊的材質 一樣都是用同樣的 玻璃的 就是他的名稱跟選舉是一樣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一次性的全部調整完 可是如果 如果說我們當初在Sketchup的時候他是分別是兩種不同的話那我們進到路面之後我們也必須用 兩種不一樣的 就必須選舉他兩次然後分別更改這樣子 然後我們最後再調整 牆壁的部分 一樣點選 新增材質 點選牆壁 然後 點選磁磚 這樣 我們點選這個 那一樣是可以調整縮放啊 看 不要讓他的 呃就是大小看起來很奇怪 那一樣凹凸是可以調整的 就是他比較平面或是比較凸凸這樣子 那反射率可能調高一點他對 太陽光的 就整棟房屋就會看起來比較亮 那亮度也一樣可以調高光澤度 調高 好